谷歌总裁斯密特星期四结束了对朝鲜的私人访问 他敦促朝鲜找到更多本国公民使用互联网 斯密特在北京机场对记者说他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警告朝鲜 如果朝鲜继续采取自我孤立立场 就可能继续在经济领域处于落后的状态 斯密特是与前美国驻常联合国代表李查森一起访问朝鲜 李查森说他敦促朝鲜官员暂停他的弹道导弹试验 李查森说代表团未能够和被朝鲜拘留的韩裔美国人给政府会面 朝鲜扬言要审判他 罪名是从事反对朝鲜活动但未有具体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对这次访问的时间提出批评 朝鲜去年12月发射火箭之后 华盛顿及其盟友正在争取扩大对平壤的制裁 华盛顶